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三课 就是怎样才能见到神 我们要先读一段圣经 就是约翰福音十字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在头两课的时候学习到 说人之所以没有幸福 之所以不能够见到神 就是因为原罪 是因为魔鬼的诱惑 结果骗人离开了神 也就是说违背了上帝创造的原理 那么在这其中我们知道了 只有重新见到神的时候 人才能够幸福 才能够得救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下 如何才能见到神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 说神 神是灵 所以说呢 是不能够用眼睛能够看到的 神呢 他也不会受任何东西的一个局限 他不会在那些所塑造的这些形象 或者偶像里面 有很多人 他们甚至于来雕刻了很多 耶稣像来立了起来 但是主耶稣是不在那个形象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是灵 有很多他们人 他们做了很多石像也好 木像也好 做了很多很宏伟的 这些壮观的 所谓的大神的这些像 但是这些全都是偶像的 人们之所以去拜这些形象 或者拜这些偶像 之所以能够得到安慰 或者说得着他们所 想要的这个应允的理由 就是在哪里呢 我们大家要知道 这是有魔鬼在后面作祟 来让人远离神的一个手感 正如在哥伦多前书 十章二世纪里面所讲的一样 外邦人他们所献的祭呢 都是在祭鬼的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属灵的奥秘 就这样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再回到神 神是灵 所以说呢 他是无所不知的 无所不在的 也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他的名为耶和华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见到神呢 也就是说 欲要如何 如何才能见到神呢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只有见到神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得救的 人呢 是有肉体的 他是不能够见到神的 他是受肉体的局限的 只有灵呢 离开了肉体之后呢 就是死了 所以呢 人只有在肉体之内 得见神的时候呢 才能够得救的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十九到三十节里面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一个富翁 还有一个拿撒路的事 他们都死了 见到了亚伯拉罕 之后呢 亚伯拉罕呢 在这个拿撒路 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但是这个富翁呢 这个很富有的财主呢 却掉在了地狱里面 这不是说因为他有钱 所以才掉在那里面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 得着神的拯救 没有信基督 所以才掉在那里面 那么我们在这样来看来的时候 通过这个富翁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仔细地想一想 这个富翁他怎样讲呢 说 说我主亚伯拉罕 求你让 这拿撒路复活了之后呢 可以到我的五个兄弟那里去 对他们诉说 神的拯救 基督的福音 让他们千万不要到这里来 在这之前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求你让这个拿撒路手 沾一滴水来给喂我解渴 亚伯拉罕对他说 说你们之间是有一道鸿沟 是不可逾越的 也就是说 天国和地狱之间 是不能够来往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我们的灵 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呢 才有机会得救的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死的话 灵就不能够遇见神 那么我们的灵 怎样才能够 我们怎样才能够遇见神 怎样才能够得救呢 人是没有办法遇到神的 但是呢 首先神呢 他取了 为了要拯救人 所以取了人的肉体 来到了世界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 一章十四节 我们又把它称作为 道成肉身 因为要拯救人 所以呢 他就披带着肉体 来到世界 来拯救我们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出于圣灵 所以呢 他是无罪的 也就是说 这个披带肉体 来到我们中间的 这个无罪的 完全的人 他就是基督了 他就是耶稣了 也就是说 他同时具备了神性和人性 因为是神亲自要拯救我们 所以说 神他亲自来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在十七到十九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十六节里面 也有提及到 在十六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神亲自 披带着肉体 来拯救我们的基督 你就是神的意思 那么 我们的是不能够 带着肉体的人 是不能够得见神的 但是神呢 却带着肉体 是以无罪之身来到我们 中间我们就可以见到神了 原来我们是与神断绝的 但是神讲这个福音 不断来启示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基督是神的拯救了 我们今天不是也听到了吗 那么在这里面 只要我们相信 耶稣就是神所差遣来的基督 就像是约翰福音里面 所讲的一样 他就是 在一章一节里面讲说 他一处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之后呢 万物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也就是说他就是神 他就是创造主 他就是光 真光 他就是生命 给我们那真正的生命 之后在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里面 又讲到这样一句话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神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只要你真正的 去相信的时候 接待这位 成为基督的耶稣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可以得着 成为神儿女的权柄 在启示录 三章二十节里面 也讲到 主耶稣说 看到我站在门外扣门 那听到我的声音 之后呢 来打开信门 接待我的 我就会进到他的里面 他也会在我里面 一同做行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 主耶稣基督 他为了要拯救我们 降悲为人 披带着肉体 为我们定死在石架上 完成了神的拯救 他在扣我们的心门 他要让我们来接待他 正如罗马书 十章九到十节里面 所讲的一样 只要我们心里相信 他从四里复活 心里相信他的拯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称义 当我们口里承认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大家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这样接待耶稣基督 也就是相信他 只有如此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与神 和神断绝的这个原罪之中 来重新得见神 成为神的儿女 重新成为一人 当我们去接待的时候呢 那么 魔鬼撒旦的权势 自然就会退去了 那么如果你愿意 现在你就可以 重新来接待耶稣基督 不是说重新 而是真正的 接待耶稣基督了 我们若 没有相信的时候呢 就可以 做接待耶稣基督的祷告 如果说我们接待了耶稣基督之后 会如何呢 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神他就会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神他就会与我们同在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你们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就是说圣灵会完完全全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 还有呢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而且呢 还有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内容里面 也讲到说 圣灵呢 祂是保慧师 会无时无刻地引导我们 而且呢 教导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记得主对我们 所说的每一句话 主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纪念 耶稣就是基督 祂在实际上完成了 向着我们的拯救 如今也借着圣灵 神与我们同在 还有在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里面讲的 圣灵会充满我们 给我们能力 之后呢 让我们可以得着力量 之后做属灵的征战 那么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会得着这样的 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 引导我们 还充满我们 而且我们会得着权柄的 为什么会得着权柄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加给我了 主耶稣基督 祂现在是借着圣灵 与我们同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接待了祂 因为祂借着圣灵 就在我们里面 祂就是我们的救主了 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祂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那么我们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权柄呢 我们的身上 会有什么样的证据呢 就是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去做属灵的征战 在 我们可以在 这个约翰一书 这是我们的 经常来看的一段经文 三章八节 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去祷告的时候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去做捆绑祷告的时候呢 魔鬼撒旦呢 自然就会退去了 还有呢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 在西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有神的使者会动员起来 来这样呢 来保护我们 不是说我们可以动员 那些天使或者使者 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 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的时候 恳切的祈求神 来为了神的旨意 祈求的时候 神会拆遣他的使者 来做工的 就好像出埃及的百姓 前面有云柱和火柱 来守护他们一样 就好像有代理 他祷告的时候 主的使者 封住了狮子的口一样 就好像有这西西家王 祷告的时候 有神的天使 除灭了十八万五千的 这个亚述的军队一样 以利沙祷告的时候 有天上的火兵火马 动员起来一样 初代教会的祷告呢 也有像风像火一样的 圣灵的作为兴起 也有为了彼得祷告的时候呢 那神的差遣使者 就取走了西律王的性命 保罗和希拉祷告的时候 连大地都震动起来了 玉门都开了 主的使者又领保罗 又领这个彼得出了监狱 那也就是说 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 去祷告的时候 神会猜浅他的使者呢 来守护我们 来引导我们 还有在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神会猜浅他的使者 在启示录八章三的五节里面 拿着金香炉 讲我们的祷告 来呈现在父的宝座之前 所以说我们大家 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那么我们就会享受如此的权柄 还当记得的就是 在菲律比书 菲律比书三章 二十节里面讲到说 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 还有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在十八到二十节里面讲到说 主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这之前告诉我们 说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会得着这样的身份 享受这样的权柄 有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 那么我们就要怎样呢 去做主的证人了 这个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 但是我们只是知道 只是了解 只是从头脑上已经明白 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能够实质性的 来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才行 不是去教会就可以 也不是成为长老 或者成为牧师才行 我们要实质的 要信耶稣的时候 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就好像是在这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经常对一些 我们的中国的留学生们 所讲的一话就是说 我们明明知道了 主在施加上事情的拯救 也知道耶稣是基督了 但是他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来 刚才虽然也讲到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这就是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的内容 我们接待耶稣基督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就是说我们很饿的时候 我们前面摆了这个很丰盛的餐饮 有满汉全席 但是我不吃的时候呢 我的肚子还是饿的 我们只是知道了 只是明白了 只是去了教会了 但是和耶稣基督的生命 和他施加上的拯救 还是没有直接的个人的关系的 我们只有接待他的时候呢 我们的原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才能够从魔鬼的掌控之下 得以释放 才能够得见神 因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个经文一样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那么我们大家 如果你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 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恩典 有这样的信心 请你和我一起祷告 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做我救主的祷告 那我们现在 如果您愿意的话 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 我说一句 大家在心里 从口里来承认 来接待就可以 父神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并且相信耶稣在实价上拯救了我 我相信耶稣就是基督 祂是真祭司长洗净了我一切的罪 我相信耶稣就是基督 祂是真王除灭了我身上一切魔鬼的作为 我相信耶稣 祂就是真先知 让我可以得见神 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待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主人 求你进到我的心里 引导我 让我过主所喜悦的生活 让我能够享受主的祝福 成为主所喜悦的传道者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如果大家做了同样的祷告 那么你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那么神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便可以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身份 神儿女的身份 神给我们的特权 也就是成为神儿女的权柄 只要我们相信和接待的时候 那么这福分 这应允就是我们的了 我希望大家借着耶稣基督的名 在自己的人生之中 在自己的现场里面 能够完完全全的得圣 让我们去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明白 耶稣是基督的福音 并且让我们因着接待他 成为了你的儿女 主啊 求你让我们带着成为神儿女的确信 来享受我们的身份 来享受我们的权柄 并且让我们把这福音 把这消息告诉更多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享受神儿女的福分 求主引导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